有的时候它会比较慢出现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再输入什么呢 外切嘛 C Enter 然后半清的话就往外 往上这样不行嘛 所以往下 往下就可以 往下到这个地方 四分点 好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以后呢 最后还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这么小 这个这么大 那所以我必须要把它缩小 而且缩小之后呢 这一个边到这个边要刚好70 这里呢就要用一个功能了 这个功能的话呢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你们要做一个东西 尺寸一定要刚刚好符合要求 那那个尺寸怎么刚好符合要求 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个参考 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一定要变成75 可是现在是多少 标注一下好了 从这边到这边 99.75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数字 那变成我们要把它缩小 那你要缩小 就要记得有个指令叫做什么呢 这边有个叫做指令叫做 比例有没有 那比例我们之前有教过 就是说可以缩小也可以放大嘛 乘以0.5就缩小50% 放大百分之多少 但这个地方不是要你缩小 你缩小的话变成说你要换算嘛 99.75要多 怎么样才可以变成75呢 乘以0.76吗 乘以0.76应该就是75 可是不不精确啦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比例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参考 做法的话特别注意 第一个哦 你先按这个有个叫比例的 把它按下去 这时候他问你说呢 请选取物件 那我们就把这个物件选取起来 把这个地方把它框选 好 选取起来了 按Enter 选完之后记得都要按Enter就对了 告诉他我选好了 选好之后的话呢 选择一个基尊点 我们以这个当成基尊点 好 点一下 接下来特别注意哦 有个重点哦 下面这边有两个可以选的 C或R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哦 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选